新竹市社宅1.1億元的包租貸管標案 被質疑不公平 落敗廠商出面控訴 第一時間高宏安卻這樣說 不知道為什麼要一直硬要 為了要去安一個高宏安貪污 徒利的罪嫌 然後就要把身邊的人全部都搞得 好像他們都是一些貪污犯一樣 不僅強調沒有徒利 還一度揚言要提告澄清廠商不實指控 沒想到才過了短短三個多月 案情大逆轉 經市府督發處重新召回評委開會後 確定原本得標的惠創公司 和第四家新鴻公司 差異過大而不予評定遭剔除解約 因此僅有兩家無爭議廠商得標 呼籲高宏安市長應該要主動負起責任 主動將這個案子移送 鎮峰相關單位來做調查 避免有人謀不張 讓有心人士能會藉此上下起手 也能肚子這個外風 對此新竹市府表示 為了使契約進行順利 避免影響案件申請將一議決結果 禁訴和廠商移契約辦理相關程序 希望讓瑕疵爭議盡快落幕 三線新聞顧原送帳號楊欣怡新竹採訪報導 請看清楚 軟了 李祥梢 結束 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